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讲吧 请讲吧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阳师之 过世了是吧 不是不是 活着 活着活着 你就告诉我几几年属什么 对不起 1963年所吐的 196几年 63年 1963年所吐的 1963年 喉咙不好 咳嗽 听不懂啊 喂 还有 脖子不好 肩膀痠痛 腰不好 小便不好 关节疼痛 对 还有 还有睡眠不好 嗯 对 我告诉你啊 他还经常有点偏头痛 嗯 对 啊 对对对嘛 要好好念经了呀 嗯 我现在才长了 我现在也跟妈妈念经 嗯 跟妈妈念经 哭有什么用啊 好好的帮帮妈妈 要念经 要做功德 给妈妈 听不懂啊 嗯 嗯 啊 我真正能不可 嗯 所以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记住了 孝顺不是说在身边 孝顺要帮她懂得要怎么样来帮助妈妈 对不对啊 对 嗯 啊 自己好好的 学佛修心 明白吗 有时候做人也是这样 真的 不为人家想 整天为自己想 你这个人修不好的 明白吗 知道了 嗯 他讲 我的母亲为什么一直说喜欢自己的身体会摇晃 听不懂啊 讲了慢一点 她的身体说很喜欢摇晃 身体摇晃人站不住 就是血脉不合 血打不上去 头才会晕 人晕了才会摇晃 并不是腿摇晃 而是头摇晃 听得懂了吗 好 好 你现在好好的要听台长的话 像这种情况要给妈妈烧大房子的 就是烧那个 大杯咒 一张一张的 我烧大杯咒 嗯 明白了吗 现在我只是念一波一波的 十一张的小房子 可以念 嗯 可以念 帮忙念 我的父亲也有帮忙念 我的父亲也有帮忙念 吃饭 你就不吃了 我知道 但是我会生气 你不吃怎么活啊 生气 有什么好生气的啊 这个世界上一切随缘 听不懂啊 我告诉你 相信菩萨好好念经 相信他能改 你自己做得像菩萨一点 不要生气 气出病来无人替 听不懂啊 为这种人生气 知道吗 这种人多呢 师父还生气呢 那些烂弟子啊 师父都生气啊 我有什么办法啊 我才当 自己作孽 自己受 我告诉你 他们以后报应 我告诉你 报应来的时候再叫我 师父都不会去了 我告诉你 没有办法的 好了 那才当 我的 我 我那 我的母亲是有 有灵性吗 没有灵性 就是年纪大了 他有一个孩子 对 他有流产过 流产过一个孩子 我有念两波的21张21张 是有收到吗 真多啊 不够啊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只是想问 有收到吗 收到 你记住我一句话 拖了时间越长 灵性要的越多 好了 听得懂吗 对对对 还有 如果还要烧多少张呢 还要烧49张 还要烧49张 好了 不能跟你讲太多了 人家打不进来了 好 好吧 再见了 好 再见了 好好见经啊 再见 再见 好 好 感恩 再见 好 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没有问题 喂 喂 你好 喂 哎呀 真的可惜 跳不出来 真的是 跳不出来 真的是 怎么办呢 跳不出来 真的是 哎 哎 大家都抢着打 好了 跳不出来了 真的是 哎 穿进来又跑掉 哎 我们不浪费时间 哎 师父这个人就是这样 哎 没办法 他们抢啊 打打打打打 大家都 哎 所以大家要记住 我从刚才那个人 师父 进来 哎 你好 喂 师父 你好 你好 我想请问我一位师兄 他是1979年属羊的 想慰问他的事业 79年属羊 男的女的 男的 哇 现在事业很差 过去很好 嗯 啊 对 嗯 我告诉你 叫他脾气不能太大 嗯 嗯 他脾气蛮好一些啊 现在 嘿嘿 现在 好 现在好啊 你敢说好啊 哈 我都看见他两个眼睛 像熊猫眼一样了 经常发脾气 不开心 是 对 不开心 因为他的事业走下坡了 对啊 你要记住啊 事业走下坡了 全世界的经济都在下滑 不知道啊 嗯 嗯 对对对 又不是他一个 所以他有打算说 想说 去国外工作 那我想请问师傅 他是否该去呢 嗯 嗯 嗯 真的 现在是现实问题 现在很多 很多的经济都太萧条了 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 经济是真的下滑 嗯 所以有些事情真的不能讲的 就比方说 现在你看哪个商店 哪个商店生意好的啊 对不对啊 嗯 对对对 人家很多人买东西根本不到商店了 所以这个事情 所以人家住个店铺也是很贵的 对不对啊 所以师傅 对 所以师傅比较不鼓励他去国外工作 对吗 因为我觉得他太老实了 对对对 他这个人出去被人家骗的 而且他是出去学坏你怎么办啊 对不对啊 你要一个男人如果老婆不在身边 很容易学坏的 他学坏了之后 他跟这个女人搞搞 你不是送个老公出去 你穿越生意差一点 你至少还能混口饭吃吃啊 我讲的对不对了 对对对 你到最后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啊 听不懂啊 嗯 听得懂 好了 不要去逼着自己的先生去赚钱赚钱 真的 能够维持生活 这已经是平安就是福了 听不懂啊 嗯 嗯 因为他之前有欠了一笔债 所以他是想说尽快的把那些钱还给 还给那些债主 所以呢 他情绪方面是所以有一点 觉得 卖房子啊 卖房子 啊 自己在租啊 有什么办法 他现在跟父母一起住 好 那很简单哦 看看父母能不能帮帮他忙 很多人们就是自己一辈子奋斗 他至少有个房子 那么房子现在升值升得很高 对不对啊 嗯 很多人因为经济上一下子转不过来 没办法 对不对啊 嗯 他就把房子卖了 然后呢再买个小房子 嗯 对不对啊 一样住啊 对对 就这样的 你有时候没办法 比方说 比方说像在澳大利亚 很多人的房子本来买的时候就50万的 现在涨到120万 那你说你的房子不搬 不是永远没钱吗 他涨了涨了200万你还是赚不到啊 那怎么办呢 很多人有有有智慧的人们就这样啊 如果自己经济上实在转不过来了啊 面临倒闭或者面临崩溃了 这个时候你就把这个房子卖掉 至少可以卖150万吧 对不对啊 150万你就买个便宜一点的70万 那么后来 嗯 你这个至少可以套出来这个70万 可以继续做你的生意啊 或者怎么样啊 明白了吗 要动脑筋的 好 有时候不能舍不得的 因为等到你以后再赚钱了 把这个坎儿 把这个关节过了 过了之后你钱赚了多了 你再把这个房子卖了 再可以买大的嘛 对不对啊 嗯 人不能楚慕称光的 嗯 师傅我想问一下哈 18766的莲花是属于什么颜色的 18766啊 对 女的蓝的 女的 粉红色的 粉红色的 粉红色 偏白 偏白 蛮好的 好 你怎么就知道它一定没掉下来 果然没掉下来嘛 说明这个人修得很好的 嗯 哦 好 师傅 好了 再见 好的感恩师傅 不能讲了 啊 分体保重 感恩 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喂 你好 喂 2000年的龙师傅 对 你想看什么讲吧 看一下灵性师傅 脖子上 脖子上 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 经常会脖子抖动 嗯 而且脖子会粗 啊 而且脖子会这个酸痒 啊啊啊 嗯 好的师傅 感恩师傅 那需要它多多少张小房子呢 多多多 74张 74张 好的 那师傅请看一下它的那个生文成功了吗 改名字是吧 对 对 嗯 成功了 成功了哈成功了 好 那那师傅啊 就是说这位同兄呢 以后想出国念书 想问一下师傅是在加拿大好 是美国好 还是在师傅的旁边悉尼好的 20000年龙啊 对师傅 他现在在中国是吧 对 现在在中国 我看看啊 加拿大 美国 澳洲 嗯 首选加拿大 首选加拿大哈 第二澳洲 第三美国 美国对它的气场全是黑的 哦 好的好的 美国不是太好 嗯 加拿大们叫温哥华 多伦多都由我们佛友照顾 嗯 嗯 好吧 好的 感恩师傅 请师傅慈悲再看一个1991960年数 的 女的 1960年 对 师傅1960年 数 牛鼠 请师傅看一下它的乳房 1960年数老鼠 嗯 嗯 两面都有点问题 嗯 两面都有点问题 嗯 那师傅应该怎么办呢 右右面更糟糕一点 嗯 右面更糟糕一点 嗯 你要叫他当心啊 他里边有点腐烂 里面有点腐烂 嗯 好的 他就是他就是可能当年没保养好吧 嗯 还有就是吃的活的东西太多 吃活的东西太多 我现在看他 你现在有两个方法 嗯 一个叫他就是吃些中药吧 吃些中药小鲁 活血化鱼啊 还有嘛 就是要叫他可能要去动手术 动手术 嗯 他有点小麻烦 嗯 而且他有灵性 有灵性啊 就算这个灵性跑了 嗯 可能已经给他造成的伤害 就是要弥补了 听得懂吧 嗯 明白师傅 那需要租多少张小房子 先要把这个灵性 先灵性请走啊 灵性请走就是92张 92张 嗯 是一个男的 男的 鸽子长得很高 脸上有点胡子 嗯 好的师傅 明白了师傅 嗯 那师傅那应该这位师兄 放生多少条鱼呢 2000 2000 嗯 好的 人挺好的 人挺好的 这是他过去的业障 嗯 这过去的业障 现在很多人都是过去的业障 嗯 啊啊啊 好吗 好的师傅 那最后一个 那师傅啊 最后一个问题是 请师傅慈悲看一个1988年属龙的女孩子 看她身上有没有灵性 1988年 对 1988年 1988年 属什么 属龙师傅 你刚刚2000年也是属龙啊 不是 2000年是 2000年 对对对对对师傅 你们两个都是属龙的啊 哈哈哈 你这搞不清楚啊 啊 一个是2000年的龙 一个是1988年的龙 哦 88年1988年 啊 对1988年 啊 看一下灵性 有 有灵性 几个师傅啊 一个 在她 在她头上 在她头上啊 嗯 啊啊 那师傅需要多少张可以把它请走啊 62 62张 好的 师傅 是一个全股很高的女的 没有眉毛 眼睛很小 嗯嗯 死的鬼 圆鬼 好的 他们的业障他们自己背 不让师傅背 师傅再见 感恩师傅 感恩大白的观世音独家 感恩师傅 再见 谢谢 好 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没问题 喂 你好 喂 喂 呃 师傅你好 你好 嗯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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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沒有什麼,我怕不白 白的,現在白的不得了,眼睛啊,眼睛不大 講話你不要不開心啊,一個眼睛三角的有一點 對的師父 對的,對的,呵呵 告訴你,個子還蠻高的 看得很清楚,我看看在哪裡,阿修羅 啊,師父,現在阿修羅啊 啊,師父,我母親有,曾經有問,我母親他在,夢裡他在行李,是什麼意思啊? 你父親啊? 呀,對 在跟你行李啊? 哦 在跟你行李是不是啦? 啊,我母親夢見我父親在行李面 行什麼行啊?行是什麼呢? 行李,行李 哦,掉在井裡啊? 對,他在行李面,師父 掉在行李啊? 我看看啊 掉在行李,沒有掉在行李,不行,可是我母親夢見,我父親在行李看到 對,他在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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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一直在夢見 哦,他剛上去 你們是不是最近剛給他念的幾拨小房子啊? 嗯 是的,是的,師父 剛剛上去,上去還在阿修羅的不好的地方 嗯 啊,還有幾拨啊?師父 一百二 一百二十三 嗯 師父,請問一下,如果一百二十三如果念完的話,會上去嗎?師父 在阿修羅比較好的地方應該沒問題 比較好的地方 上去我不知道 能夠在 哦,是的,師父 因為你爸爸過去,因為這個父親過去有殺驗 嗯 是的,師父 是有四百七十張的小房子,現在已經念完 請師父看一下,他已經超出走了嗎? 嗯,超出走了 嗯,超出走了 媽媽,最近身體好很多 但是你媽媽是不是經常喜歡皺眉頭啊? 有 兩根眉毛是不是有點八字型的,往上跑呢? 八字型,對 好啦,那就是你媽了,不是靈性 那沒問題了 師父,我請問一下,為什麼如果他生病的時候 他現在身上黑斑還是有的 每次生病的時候,他身上的黑斑就會紅腫翻 是因為什麼問題呢?我母親 血液 血液不好啊? 血液不好啊 有,每一次生病的時候就會有 有那個靈性過來找他 所以你們 對對對,他都每次 他會看到是你們家裡的,房子裡的 所以是不是我不聽啊? 不是,不一定 我反正看到,好像有一個靈性腿很長的 啊 身上還有毛 如果是要小斑是嗎?師父 要,四十九章 你沒有聽到你們家裡有聲音啊? 你媽媽生病,房頂上就有聲音了 哦,每次他生病都會來找我媽媽 對啊,就是他叫你媽生病的 哦,是這樣啊 還有師父,他身上的黑斑是因為這個靈性的關係嗎? 是啊 哦 不是因為吃錯東西嗎? 吃錯東西,你媽媽還吃錯藥過呢? 也沒有這樣啊 吃錯藥也沒這樣,吃錯東西怎麼會這樣? 哈哈哈 因為他看錯醫生,醫生說他吃錯了東西 還有師父,我請問一下我母親 這是醫生比較好的回答 還有師父,我請問一下我母親想問師父兩個問題 師父,他還沒學習禮法文之前 他在家裡每逢出於十五 買一張桌子一盤水果三次香就是要供奉祭祖菩薩 現在已經學習禮法文了 可不可以只是供關心菩薩的師父 這樣說有如理無法嗎? 如法啊,有什麼無如法 你供關心菩薩他們 他們那些地主,他們也是很開心的呀 因為你學佛了嘛,對不對呀 你走上正規了,菩薩怎麼會不開心呢 地主,他們也是很假道理的呀,對不對呀 因為你供養關心菩薩,他們也喜歡關心菩薩 好了 好的師父,明白了 還有一個問題師父 我母親還沒學習禮法文之前 把另一方的還沒往生者的名字刻在墓碑上 現在學習禮法文才知道這樣說是不對的 請師父直接開始想怎樣補救這個問題呢師父 塗掉它 塗掉它 或者改名字 改名字 嗯 改我 墓碑上的名字還是 就是比方說墓碑字,放著名字叫省某某 你就改成省那個字就可以了嘛 改掉 除了改名字,還有其他的方法嗎師父 把它用水泥塗掉呀 水泥塗掉 如果是用水泥塗掉的話 需要看時間還是日期嗎 需要這樣做嗎 我覺得 我覺得你要是天天把你媽媽那個名字 放在墳堆裡面 好人也會生病 過去 你想想看一個人就像被人家下槓頭一樣 你把好好的一個活著人的名字 天天放在墳堆裡面 都是鬼邊上 不變鬼還變鬼了 你過去還不知道 一個老人死了之後 邊上放個夫妻墓的 很快那個老人就走掉了 你去問問看有多少啊 還要我講啊 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 你知道了你還這樣啊 不是不是 我是想問一下 如果我們要 花個一兩百塊錢嘛 叫人家塗一塗很簡單的 要看時間還是日期嗎師父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了好 早點塗掉 早點放下 把這個活人的名字 就刻在這個鬼目當中 你不是開玩笑啊 不生病啊 不生病有鬼的呢 因為還沒睡 對不起師父 還沒睡司令訪問之前不懂 對不起師父 所以司令訪問才知道 這樣做是不對的 不可以的 你要是寫名字 也只能說 周家全體親戚禁共 也只能這樣 王家全體親戚禁共 就這樣 把自己名字寫下去 還有最倒霉的 就是還沒死了弄一個坟 結果那個人很快就進去了 很多夫妻們就是這樣 老婆夫妻雙坟一弄之後 一個馬上走掉 走掉之後 一兩年當中那個馬上走掉 你去查一下就知道好了 人家賣坟的人 人家賣坟的人 人家會做生意啊 哎呀夫妻啊 以後在一起啊 鬼很鬼還在一起呢 開什麼玩笑 騙人呢 騙人呢 還有師父 可以寫一個夢嗎 我母親有夢見 有一個師兄 帶一個母親一個孩子 來到家裡做課 後來這個師兄就走了 就把一個母親一個孩子 交給我們 這什麼意思啊師父 交給你們一個孩子 交給你們很簡單了 如果家裡有 一個母親一個孩子 什麼 一個母親一個孩子 一個母親一個孩子 就很可能就是 就是如果家裡有人懷孕 那麼這個女的會生孩子 就這個媽媽把孩子送給她 如果家裡沒人懷孕的話 那就被這個媽媽帶走了 很簡單 就是掏肚孩子走掉 好了 哦 把孩子掏肚走掉了 你在掏肚孩子不啦 沒有掏肚孩子 只是我母親在生病的時候 在在武教的時候 夢見有個師兄 帶一個母親一個孩子 來找家裡 那好了 叫你媽媽趕快掏肚孩子 你媽媽掏肚孩子 我掏肚走 好吧 OKOK 好了 感謝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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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再見再見 今天是 再看一個吧 喂你好 趕快啊 最後給你夾出來的 喂喂 感謝師父 我們一個是82年的狗 82年的狗 看到 對我看腸胃 腸胃 啊 胃下垂 還有一點 哦 胃下垂而且不能吃冷的 嗯 哦 就是有時候會很會會那個 吃多了會痛 對 我告訴你 你現在膽也不好 我看到 膽也不好 啊 你的脾胀和膽都不好 嗯 那要吃什麼 吃什麼 吃香沙養胃丸 嗯 還有吃什麼 少吃一點 聽不懂啊 嗯 少吃多餐 在這個方面 是不是有個什麼 利膽什麼要 消炎利膽丸 嗯 哦 這個要吃嗎 好 這個很好的 哦 我告訴你 你記住了 凡是四五十歲的女人男人 到了四五十歲的時候膽都有問題 哦 因為你要知道 就像自來水管一樣的 用了四五十年之後 這個自來水管會慢慢慢慢 變上積水的 就是積那種鐵秀 那我三十多歲 是不是因為我那個 經常晚睡的關係啊 晚睡是一個方面吧 我想主要不是 嗯 主要還是你吃了這個膽固醇太高的 油膩脂肪的東西太高的 嗯 哦 那我的就是 是不是胃 是最嚴重的啊 就是這個膽固醇最大 我現在看一下啊 嗯 你現在還不算嚴重 還好 嗯 嗯 好吧 你自己要保暖 自己要吃全素了 我覺得你不應該在吃荷菜 對 我已經洗了 去年洗的 嗯 你之前也是一直吃全素 但是你蛋黃吃太多 蛋黃 哦 知道了 蛋黃不能吃的 蛋黃是對膽不好 對胃不好 是吧 哦 膽固醇太高 蛋黃不好行 一天吃一個蛋黃都不行 哦 一天只能吃三分之一蛋黃 哦 聽懂了嗎 好了 嗯 聽懂了 好好念 姐姐做 那我的 我的夜障基本在哪裡啊 夜障在右半邊 就是胃 胃啥啊 對 胃的右半邊 還有一個腰也不好 右面的腰也不舒服 真的 右邊 還有右面的頸椎也不好 因為你的血也不好 右邊的血也不好 對的 好了 我一直是電腦工作做設計的 那我的那個眼睛也不好 對啊 右眼睛不好啊 嗯 就是蠻模糊的 嗯 我告訴你 你第一 要買一副電腦眼鏡 防腐色的 嗯 第二 你自己要好之為之了 我告訴你 看東西不要亂看 哦 好的 聽得懂嗎 那我那個是不是會有白內障什麼啊 白內障我看看啊 現在還不會 八年八年 你至少八年之後會 八二年的狗 嗯 你會八年之後會白內障 嗯 好了 那我 好好保護吧 啊 啊 好的好的 再問一下我媽的就是五八年的雞 好了好了 給你交出來了 沒時間了 結束了 就問她腰上面的鋼板要不要拆 就五八年的雞 五八年的雞 對 她以前被車撞了 裝了鋼板 嗯 不大 鋼板不大 鋼板不大 對 有的醫生說可要拆 有的醫生說她年紀大的不要拆 所以我也不知道 五八年的什麼 鋼 鋼 我幫你問菩薩了呢 不要拆 先不要拆 不要拆了 就一輩子不要拆了 到了晚年再說吧 痛的時候再說 現在不會痛 對她沒影響的 啊 對的 其他沒什麼 其他沒什麼的 好了 結束 不能再講了 再見了 再見 好 聽眾朋友們 因為時間關係了 我們節目就到這 結束了 非常感謝聽眾朋友們收聽 廣告之後 回到節目中來 好 今天打不進電話 聽眾 星期四再打 好再見 再見